性别年龄我都做了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什么呢 后面还有针对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然后我可以把年龄拖拉按Ctrl键 拖拉按Ctrl键 然后把这边先改一个比如说教育程度好了 然后名称改完之后 拖揽一下这个这边有的Core Ctrl-C 然后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这边也改一下 就是这上面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里面的资料不对怎么办 没关系把它拖拉上去 然后再拉下来 这样的话其实应该会快一点点 不过还是我觉得 比较快的方法还是真的要写程式 程式写完之后 直接全部都按下Ctrl-Ctrl 全部都自动完成了 但是如果不写程式啦 那边就涂法验钢吧 然后这边占的比例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一样再去做修改 所以第一个是百分比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这边改百分比 然后这边出现 我把它改成取到小数点的整数 然后教育程度 2的话 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 出现格式改成通用格式 改回来 它变成数字了 宽度的话 自己再调一下 格式的话 自己再 针对这个不同的结果 产生用不同的格式给它 这边的话 自己再换一个颜色 分别 试试看 其他的话反正就是 深熟悉一下 数据分析表的相关功能 其他在 这个 里面还有哪一些呢 还有职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卷里面 教育程度最多的 好像还是大专 大专跟 大专以上的 所以相对的 会看杂志啦 会有阅读习惯的 好像也是因为你的学历 跟学历好像有 一点点关系 那职业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拖拉一个 然后把这边再增加一个职业 也许你可以再针对职业别 那里面的话统计一下 可以把这个拖拉回去 这几个 那再把他往下拉 分别拉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再把它改一下 这个就是百分比 然后小数点呢 把它去掉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成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改回通用 那另外呢 顺便讲一下就是 如果说你希望呢按照 那个顺序排列的话 比如说呢像职业好了 或者其他前面都一样 如果你希望呢 百分比多的在前面 百分比少的在 后面的话 那我早上有提到 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那像这个是没有多栏排序 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百分比排序的话 你游标只要放在 B栏的B4好了 或者是B 其中B栏的其中一个地方 按下Z到A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你也可以什么 游标放在B4 然后呢 按下 资料里面的 Z到A 它会按照什么呢 百分比自动帮你排序 OK可以马上看到 这个地方 那个什么 广告 直接做广告设计是最多的 所以 当然这个地方 他做的 笔记上面 这个 直接是最多是广告设计 因为他可能有个 针对哪部分 去做统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做出一个 大致上 把那个问卷结果 做一个前置的稍微了解一下 至少知道一下 你受访者的一些相关背景资料的统计 就会 比较快的显示出来 那后面的话 当然我们还会讲到有关多栏的分析 多栏分析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后面 在第100页 有一个分析 有一个分析什么 分析年龄跟 那个什么呢 这个 广告设计 相关杂志 就是 哪一类的杂志 那个不同年龄喜好的 杂志类型 有没有不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 那有哪些不一样 喜欢的点 有没有什么差异 是不是可以按照那个 这个枢纽分析表 给我一个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待会可以看看 我们先 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来看那个 就是100页这边 多栏分析部分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 到来 我们先来 多栏分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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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